各位開放政府的夥伴們大家好 我是彭啟明 那今天因為我記錯的時間 我突然介紹到一個邀約到文化大學社科院政治系 他們的系主任請問我去跟他們講開放資料 那所以呢我先用這個錄影的方式先給大家 因為我怕待會下山的過程當中 這個可能會塞車 不知道能不能趕得到跟大家碰面 但是我很樂意在未來的場合能夠跟大家多分享 那我本身呢各位知道我是本身是天氣風險公司的這個串辦人 以及總經理 但是呢在我記得大概七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要推動開放資料 所以呢氣象是很多開放資料的一個範本 所以我被推舉為台灣的開放資料聯盟的會長 那另外呢我也協助籌組的一個亞洲開放資料火災辦的主席 這個其實是蠻有意思的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會有我的觀察這個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這個開放政府夥伴的關係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的經驗給大家來做一個討論分享 希望呢未來我們有更多的一個互動 第一個呢我參與過全球開放資料的會議 大概有三種三類 這個其實都是有名的 最早的最早的叫做ODI Summit 這個是由英國 Open Data Institute 所舉辦的 就是ODI Summit 這個是每年都會在英國舉辦 那今年呢也大概在11月10號 他們也會主辦一天 那我也會受邀來談亞洲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就是IODC International Open Data Conference 這個活動呢是由這個聯合國世界銀行 就是世界銀行 還有這個加拿大的這個外交部 還有因為他們下面有很多的基金會 來一起來協助的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這個OGP Conference 這三個呢我其實在接觸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有參與的蠻多的 那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參加這個IODC 這IODC是我參加比較多次的 總共有三次 IODC2015年是加拿大的Ottawa 我們台灣也蠻多人去參加的 大概有十個人 然後IODC16 就2016年在西班牙的馬德里 也蠻多人的 那次我有受邀到大會的演講 然後而且呢我們舉辦了一個亞洲之夜 請亞洲的朋友來參加 那IODC18的話 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那我們就蠻積極的蠻多了 那包含的OCF ODA 或工研院等等都有參加 我們就主辦了這個五場式的活動 主導亞洲之夜的這個活動 所以是蠻成功的 所以我們台灣呢在國際的開放夥伴裡面 基本上是說真的很活躍 有產業界的有社群的 或是有政府單位慢慢的投入在這個裡面 那為什麼是OGP很重要 因為它是由這個開放資料所出發的 開放資料其實是一個任何一些的根源 可是當你開放資料走的越多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開放資料要做得好 這是跟政府的體制是有關聯度的 所以我們必須延伸到政府體制的運作 那各個政府間的這種倡議 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 那我發現了這麼多年 我參加這個OGP的活動裡面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資通訊 或是open data的主管 其實越來越高 例如說審計單位 accountability 或是說它是屬於民主透明的單位的主管 或是政治人物都會來參與 非常的多元 甚至它也有open parliament 就是開放國會這樣的倡議在裡面 所以它的議題大大小小都會發生 但是它的基本上 它說是一個從開放資料延伸上來的 一個政府體制的問題 那它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面最大的意義就是經驗的分享 因為各個國家 都是因為在資訊化的當中有網路的時候 其實就會要開放很多的資料 可是其實這個裡面有很多的困難 或是經驗 如果透過這種研討會分享的方式 對於每個國家推動政策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我參加過那麼多次的活動裡面 不管是IODC或是OGP IODC的話 當然有些國家的部長或是總理的層級都會參加 但是OGP呢 我參加過那麼多次 基本上總統都參加的 所以表示說 它基本上是有一點像是聯合國的外圍組織 所以是非常的受到很大的重視 雖然說它不是聯合國下面的一個組織 但是呢 它其實在這國際的重視程度裡面 都會受到很大的關注 那民間社群呢 其實在OGP裡面 參與的也都是比較廣泛 那這個是我參加OGP的 第一次參加OGP 在這個墨西哥舉行 這個那一年呢 其實我們出發前呢 突然接到這個國發會 國發會的一個任務 國發會前我們到這個行政院 當時是這個簡宏偉 簡處長 我們組成了一個小組 政府跟民間一起合作 因為呢 那年我們接到一個命令 就是希望能夠參加這個 變成台灣變成一個OGP 我們已經遞見了 遞見了 所以我們的功能呢 就是把我們擁有的任何一切關係 看政府有什麼需求 我們民間呢 就來跟政府通力合作 所以不斷地去遊說 希望 因為它這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執行委員會 所以有很多各國的代表在裡面 我們就透過我的管道 你能不能支持台灣 做什麼做什麼 那我們 竭盡我們所能 來幫助國家來做這個事情 那可惜呢 我記得是那次會議的時候 在墨西哥的OGP的時候 遞見的 但是後來沒有成功啦 很可惜 這個很可惜 就是國際上 對於這個國際的定位 因為雖然說 它不是聯合國下的組織 可是他們大多數的國家是 按照聯合國的想法 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而且呢 這裡面很特別是 OGP沒有中國的代表在裡面 所以相對之下 它是應該是比較開放 這個是我們一直很想要 突破的一個點 這個是那一年在這個墨西哥舉行 那在墨西哥舉行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參加一些 lightning talk 因為這個其實這個 所有的研討會是非常滿的 所以Toto必須去apply 然後他們有一個專家委員會 會去review你的proposal 那有的會被選上 也不會選上 那那一年呢 我就用這個氣候變遷 跟開放政府之間的主題 選上 那跟工研院 還有科技匯報 一起去上台 每個人都共同去做分享 我們變成一個 大概有40分鐘的session 還滿有意思的 那我們在這個 那次回來之後呢 沒想到他隔年又辦了一個 OGP16 這次的會議呢 就在法國的巴黎所舉行 當時這個 法國總統 Orlando也都有參加 那一年呢 我記得一開幕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司儀很活潑 主持人很活潑 到台下就會跟大家 遞麥克風講講話 當時呢 旁邊的我們那幾個 台灣的很多社群朋友說 彭博士你去你去你去講 結果我就非常大膽的 就去接這個麥克風說 我來自台灣 我來台灣 台灣的open data做得很好 很認真 但是呢 我們還有很多 應該是跟大家分享 或是我們學習的 我們希望 在裡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當時 應該也有些朋友記錄到 當時我的一個衝動 就是為了台灣 宣揚台灣 那最近呢 就是在2019年 我們去加拿大 Ottawa 那年我飛了很久 飛到會場之後 就直接 飛到加拿大之後 就直接到這個會場去 Ottawa之後就到會場 那那年呢 所以說我們很多的社群 我相信在座很多的社群朋友 也都有參加 像這個Lulu Billion都有參加在這個裡面 那那年呢 也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這個是曾以利 他很像在高雄 他就說了 就是說 像我那年 我是參加一個亞洲的 亞洲的論壇 在這個加拿大 Ottawa 這個OGP Canada 我其實就 用代表社群的方式 因為其實 在OGP亞洲的論壇裡面 他們是偏重 似乎這個OGP 他們是比較偏重那個 例如說蒙古啊 或是中亞的國家 對我們東亞的國家 是比較不在乎的 所以說真的 我就覺得 我們做得很好 你為什麼都不找我們啊 那亞洲裡面呢 後來就是韓國 韓國的內政部 我記得是內政部部長 他後來現在是OGP的這個主席 韓國在這幾年是 很熱衷參與這個OGP 甚至呢 在韓國也在那個OECD的 這個開放資料的評比裡面 號稱是OECD的第一名 那我們台灣呢 過去 在2015 16年的時候 都相繼獲得開放資料的 Open Data Open Data的這個比賽 在評比裡面的第一名 連續兩年 連續兩年 所以說真的 我們其實 台灣也很努力的在 有這個生態系 有社群 有民間 等等 跟政府有一個生態系 可是我們並沒有參加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不應該被忽略啦 那在這個會議裡面呢 最重要的是 要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 像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叫Fernando Fernando 他這是加拿大外交部 所支持的一個外面的NGO 一個智庫 叫IDRC 他們其實就是在幫助各個國家 他們其實在外交預算裡面 支持這個國家裡面 有一部分就是做開放資料 所以說真的 這個開放資料可以做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外交領域 或是國際合作領域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因為我們台灣是非常民主的地方 所以如果呢 能夠結合在一起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會議裡面呢 就可以認識了國家 一起來做合作 所以我們甚至呢 IODC那個2020 這個預計 本來今年應該是 要在這個肯亞辦的 我看就是因為這個疫情就暫停了 不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辦 我們那時候呢 真的很努力 曾經想過說 IODC 2022年 在台灣舉辦 我們要說服 可是後來 我們應該覺得說 這個難度蠻高的 因為這個國際上的縣市 但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的確不放棄 那目前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參加OGP 台灣沒有辦法加入OGP 那在IODC呢 又是以歐美體系為大中 所以我們亞洲呢 我們雖然可以有一個分論談在一起 可是我發現說 歐美的觀念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這幾年呢 也在這個台北市電腦工會 還有工業局的協助之下 我們成立一個AODP 不是OGP 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目前來說的話 有這個11個國家 有21個夥伴參與在裡面 11個國家呢 大多數其實是 是有很多的政府單位是在後面的 我們都會找各個國家 負責開放資料的政府單位 但是呢 也希望他可以找民間的社群 或是民間的企業在裡面 所以像日本呢 我們就是直接跟這個日本的 內閣府的負責資通訊戰略士的負責人在一起 韓國也是一樣 都會有一個官方認可的代表 在前面做處理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類似夥伴關係 每年都會固定的 分享各個國家現在開放資料的現況 例如說像我最近最深刻的就是這個韓國 韓國呢他們其實 這個文在寅總統呢 在這個 上個月推出的這個 Green Deal之後 就是2050年韓國要做到零碳 那他們這個叫做Green New Deal Green New Deal 那他們呢也提出了一個叫Digital New Deal 數位行政 就要把氣候變遷跟綠色跟兩個合在一起 這個呢就受到很大的關注 沒想到開放資料跟整個綠色氣候變遷是有關係的 那日本呢也在進步很多 尤其新的首相 他其實也很對於這個資通訊的政策也很了解 所以他們有新的資料戰略在做這個事情 那開放資料呢跟開放政府呢說真的 其實是不同意涵啊 不同意涵 我這個涵寫錯了 應該是這個涵 不同意涵 但是卻是環環相扣的 其實這兩個來說的話是不一樣的意思 OGP應該是比較大 但是OGP呢一定要有開放資料作為一個基礎 如果開放資料做得完善的話 一定要有開放資料的觀念在裡面 那開放政府呢也必須要有開放資料做一個基礎 所以開放政府的議題呢是比較多元的 需要政府有比較多健全的體制才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開放政府呢如果我們能夠投入的話 對於開放資料是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們談開放政府的環節裡面 需要比較高層次的人來參與 但是也裡面呢基礎核心一定要有開放資料的人 來做一個支持啦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啦 我們其實在推這個OGP的話 其實也謝謝社群這個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這個協助 我覺得應該要思考這個公私協力 公私協力 等於是說這件事情呢在國外來看的話 絕對不是就有政府一方來做的 必須公私協力一起來做 那開放政府之下 民間的力量的協助是很重要的 如何讓民間呢可以一起 跟政府一起來走 那現在呢其實有時候我們開放政府的當中 大多數是政府提的 但是呢其實你可以發現說很多政府在推動這個當中 跟新有法律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有一個類似像金管會推出這個Sandbox 殺核機制 讓公私協力成為一種比較容易可行的制度 這個呢就是我們未來可能可以去做的 所以我也非常能夠高興呢 其實我們這一次呢能夠 組成這個行政院的開放資料的推動小組 那我也很也謝謝各位社群的朋友 推舉我當民間的召集人 其實我會一直覺得是說 我們第一個啦 我們必須要掌握國際的開放政府 或者開放資料的脈動跟趨勢 因為像歐盟也做了很多 美國每一個過去的國家的思維 跟它的政治環境 跟它的法律會政策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勢必呢以台灣來說的話 要大家都接軌一定要對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區域都非常的了解 那第二個呢是台灣呢很小 我們一定要走出去 所以要爭取國際場合任何曝光的機會 可以曝光就曝光 像我自己呢就覺得說 當我們有一個亞洲的夥伴關係的話 我們可以共同幫亞洲來曝光 這是一件好事 那另外一個呢是可以宣傳台灣 還有亞洲開放資料 或開放政府宣傳的成果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些的話 當然對我們各界都會有很大的幫忙 所以我今天呢雖然沒有到 但是我也這一點也給大家分享 各位有任何的意見 也歡迎隨時呢跟我保持聯絡 那我們也非常樂意各位在各位線上 不管在臉書或各方面 未來能夠形成台灣自己的 開放政府的一個比較好的藍圖 那這個呢也會帶動開放資料 或資料經濟的發展 以上是我的報告 也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